這15天終於結束了 現在到了這個最後的見證 這15天努力的成果 所以我體脂降了幾公斤 體脂降了12.4-9.5 大概快3公斤 那掉很多欸 所以那個營養師開的那個菜單 真的是 還是有差欸 3分練7分吃 OK 兩個禮拜的辛苦 算是有成績吧 那這是我們愛醫生公司的Jay 這是我們的營養師 愛醫生到底是在賣什麼樣的產品 主要就是以一個稱讚營養品而組 有分成疾病類型跟一般公衡的配方 疾病的話 比如說糖藥病 疾腎 癌症 從疾病的營養品到一般成人使用 健康的一個營養品 創新品都有 那針對這一次我15天的訓練 你在我的菜單上面 大概有什麼想法 我們這個菜單的設計主軸 當然還是以 低碳酒化物 那高蛋白 油也是 高鮮 OK 以這個我的主軸 針對早上的部分就是 一般 再搭配也沒有喝水果蛋 有沒有麻辣口味的嗎 沒有 但是我們有做紅豆口味 紅豆口味不錯啊 紅豆口味不錯啊 紅豆口味 主要是因為我們在重訓的期間 那你要持續那個爆發力 所以這個醫生糖的話 就是讓這個血糖慢慢吃到 就不會做一下火牌 對 沒錯 好香脆的 乾淨 果實的部分 希望還是無複雜糧 我們說可以 我們買半碗比較好 買半碗的 對 半碗的 我們要控制看什麼好 那蔬菜的部分 我們盡量就是 點兩樣的蔬菜 那肉類的話 我們可以選擇 是白肉 雞肉 魚肉 海鮮 豆腐 也是算蛋白質的 喔 蛋白質 喔 重點是蛋白質 對 然後只是不要太牛就好了 對 受訓完以後 設計一份高升糖的水果 大概就是一個全球大小 香蕉 對 香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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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衣果等等 洗衣果 利用這個高升糖的水果 去快速你的骨頭 肌肉的乾糖 那再搭配你這個 低身蛋白 這就是我每次看的 你到健身碗面的 他對 就是你的肌肉的增長 修復 或者是 運動完 疼痛的時間 縮短 都是有幫助的 其實我們在邊地商店啊 他都會有一個 營養標示的東西 開始叫碳水花蠟 15公克 是一份的主食 比如大家標了30克的 碳水花蠟 欸 我就吃了兩份主食 瘦身的話 因為其實吃還是最重要 運動基本上是一個比較 瘦身 對 瘦身 對 一個概念啦 對不對 沒錯 太好了 謝謝建議 謝謝我們 美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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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iversal 美式 美式 我們可以 得到 美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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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式